從愛情的開始 戀愛的情緒跟心動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Wish的表現跟肢體接觸 到底怎麼樣才是合理的 我自己覺得唯一能夠判斷這件事情合不合理的就只有 嗨嗨大家好 我是Karen 今天又要來聊一下換成戀愛了 一開始怡恰跟Mingi的下沉就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但是呢 就是在黑暗的加入之後呢 討論的重點回到換成戀愛本身的這個情感就格上 就比較沒有那麼去在意女衣跟男三的下沉了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網路上一個流傳的說法是 女衣在上節目之前就已經有在發展的對象 然後也有跟製作組講這件事情 製作組也同意了 不知道一半的時候呢 兩人就是交往了 所以製作組就是以違反合訴規則的理由讓女衣下沉這樣 這個說法呢 當然其實就是除了本人之外 沒有任何人能夠驗證 但是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像換成戀愛這種節目呢 一定也是要先簽合約的 所以說呢 如果你中途下沉的話 那就很顯然就是違約嘛 就會必須要支付違約金吧 我會覺得 應該是我先跟製作組講啦 然後製作組也覺得 因為女衣長得很像Lose嘛 那節目最重要的就是有話題啊 所以就是先讓女衣來出演 然後可能是先有個話題 然後之後下沉呢 可能又有另外一個話題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當然不一定是正確的 就是比起那兩位出演者的下沉 更想要聊一下第六集裡面Nayan跟Qmin的約會 因為這場約會呢 其實在網路上的討論度還蠻高的 也有很多人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有不少留言在批評說Nayan對Qmin的肢體接觸很刻意 然後Nayan感覺很有手段 感覺是一個海后等等的 海后這個名詞又出現了 當然我也看到有人就說 就是這是一個戀愛綜藝節目 你在約會的時候 去向你有興趣的對象表現出你的好感 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並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受歡迎 比較積極 比較主動的女生啊 所以好像很容易 比如說很有手段等等的 總而言之呢 今天就想來聊一下 約會時的表現跟肢體接觸 到底怎麼樣才是合理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就是 外表長得還不錯 個性感覺也蠻好的 但是呢 就是一直單身 或者是沒有辦法找到好對象的朋友呢 假設不是因為錯過了自己的條件 或者是對交往對象非常挑剔的狀況 我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是 大部分的人啊 其實絕對不是沒有遇到緣分 或者是沒有遇到好的對象 而是即使遇到不錯的對象 也沒有辦法適當的表達自己的好感去把握 我覺得在這種異性相處的過程中啊 一對一的約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不管對男生還是對女生來說 都是發散魅力非常非常重要的階段 就是一對一約會時的那種言語啊 還有肢體互動 如何讓對方感受到自在跟舒服 然後又可以把我當成異性來看待 是一件非常需要練習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在這種異性的約會之中啊 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呢 就是快樂的情緒 你要讓對方覺得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你自己也很開心 是一個正向情緒的人 絕大部分感情美滿的人啊 我自己覺得都是情緒價值高的人 一個能夠帶給別人舒服 穩定 愉悅情緒的人呢 就是情緒價值高的人 如果一個人會讓別人產生難堪 別扭 生氣的情緒的人呢 就是情緒價值比較低的人 在關係裡面啊 不管是朋友關係 還是異性關係啊 情緒價值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看這個節目的時候啊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那樣 不管對男生還是女生啊 都會很積極地給予反應 很積極地想要去照顧每個人 開朗 然後可以渲染到讓周圍都變得很明亮的 氛圍呢 就是一個情緒價值高的表現 那第二個呢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發散魅力 比較不好聽的版本其實就是勾引 你要讓對方把你當成一個異性來看待 而且對方對自己是特別的 如果只是相處開心 然後缺乏就是這個心動的過程的話 那很可能就會被畫到朋友那一區 所以我會覺得說在跟自己有好感的對象的相處過程中啊 適當的flirt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翻作調情好像會有人會覺得有一點負面吧 你不太可能就是跟一個人完全沒有經過這些過程 你就突然變成一對 一定是要有一些來往的過程了嘛 那flirt呢 就是這個來往的過程 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啊 我很推薦翱翔的姿態這個部落格裡面寫的 女生的愛情新手純教學 愛情的開始啊 戀愛的情緒跟心動啊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只有那樣心動的瞬間才會讓自己覺得 哦 原來我喜歡這個人啊 但是那樣的心動瞬間啊 其實是很需要製造的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說 哦 我其實就還沒有很喜歡這個人 所以我沒有辦法表現出那樣子的反應 等我遇到很喜歡的人的話 我應該就會主動表現了這樣子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需要練習的 你在你自己可能還只有一點點好感的對象 還沒有那麼喜歡對象面前都表現不出來的話 你在深圳喜歡的人面前只會得失心更重 沒有辦法好好地表現出來 而且我覺得感情啊 它其實是一種相互的正向回饋 如果沒有一方先開始的話 那其實就是很難發展得下去 可能根本就沒有辦法變成相互有好感的關係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就說 反應這麼大的女生啊 什麼是太超過啊 是還厚啊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好像還是會對這種 比較會自己主動發散魅力的女生啊 然後懷抱著有一種比較大的惡意 自己有好感的對象啊 表現好感 真的是這麼嚴重的一件事情嗎 就算說他這樣表現啊 是希望對方喜歡自己 那又真的做錯了什麼嗎 因為兩個人還沒有交往嘛 那這種曖昧時期的感情當然是相對來說比較自由的 我自己會覺得人際關係跟感情的問題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複雜的 可能會有人就覺得說 喔才認識幾天 你就這樣行動太誇張啊 就是說 喔馬上他就說 喔哪有不錯啊 這樣太over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你今天要怎麼樣定義喜歡 你怎麼樣才算是喜歡一個人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太可能一樣 然後每個人喜歡的感情發展的方式也不可能一樣 有些人就是要交往的時候才能夠牽手 才能夠有skinship 有些人甚至是可以泡友轉正成另一半 你很難在這種人際關係裡面啊 去定義所謂的對錯跟正確 你更難去判斷了什麼東西叫做合理 然後就說 唉這樣不是真心的喜歡啊 什麼叫做真心的喜歡呢 我沒有在最終選擇的時候選擇他 那我在這個曖昧的過程中 我感受到的心動就不是真的嗎 就像我之前就是在第一季的分析影片裡面說到的啊 人對人的好感是會一直不停的變化跟流動的 交往你都可能會分手 然後結婚都可能會離婚 在這種會一直變動的感情裡面啊 一個人他不主動去就是表現好感 也不主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真的能為自己應得什麼嗎 回到影片主題什麼叫做合理 我自己覺得唯一能夠判斷這件事情合不合理的啊 就只有Q-Mean這個人而已 Q-Mean要是覺得負擔要是覺得不喜歡 那這就是不合理的 人跟人的互動啊當然是雙方的嘛 你應該要去在乎的是跟你互動的那個人的感受 如果你的約會對象啊就是感到負擔 感到不喜歡的話 那我覺得你的行動才是不合理的 但是大家說老實話 你覺得Q-Mean的反應像是有討厭拿眼的主動嗎 只有在你的舉止啊 超出了當下的好感 或者是不太適合對方個性跟步調的時候啊 我覺得那才是不合理的 有人就說Q-Mean很殘忍啊 就是找自己的初戀女友 六年的交往女友來上這個節目 首先我自己的看法會覺得說 兩個人都是成年了 都應該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Q-Mean找黑暗上節目 黑暗大可以拒絕啊 然後有人就說 一定是想要復合 所以才會來參加 畢竟第一季也有重新交往的人 但其實來參加這個節目 也沒有保證你一定會復合啊 希望大家還是要了解到說 兩個人一定分手了 我曾經看過啊 小生這樣子寫分手這件事情 分手就是一筆勾銷 勾銷了愛勾銷了恨 勾銷了承諾跟勾銷了虧欠 代表虔誠往事 恩恩怨怨從今天起沒有任何虧欠 代表彼此沒有責任義務 承受對方的任何情緒 代表不能也不該把自己的難受 用勾銷或是挽回 假如在對方身上所討回報 因為那只會讓兩個人 不斷在原地踏步走不到新的旅程 既然分手了 那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付出都是自己的心甘情願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周輝跟敏茵他們有拍 就是對換成戀愛第一集的reaction影片 周輝說呢 因為節目裡面有這個 互相裝作不認識的規定 但是呢 對自己的演技沒有自信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反而會想要跟自己的前任 就是保持距離 因為大家真的都是素人 而且沒有接受過演技訓練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就是換成戀愛第一集一開始的時候 明賊對可可的畫線 可是畫得更兇 差到可可找明賊出來 就是一對一談話 另外周輝跟敏茵也有提到說 因為在這個節目裡面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狀況 所以經常會出現 好像不是我的樣子 雖然說出演者 也有可能會展現出一點 討人厭的模樣 但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用 更寬容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切 總之呢 我自己覺得 換成戀愛現在才開始進入 白熱化階段 大家的感情 就是現在才開始慢慢的萌芽 希望大家能夠對出演者溫柔一點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還會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我的韓國生活 也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粉絲專頁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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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